你先放下錢 我怕不夾 你先拿出來吧 這個我不會回答你 你可不可以興奮一點 又看問問你 怎樣做自己 不 我看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R.I.P. 今天是我們的 另一個男嘉賓 是嗎 就是一個男嘉賓 就是一個男嘉賓 你這麼好找我 你對我又不是有異樣的外貌 不過我看了一些都是雷 沒有難給你看 我看了一些層形 那會不會拉下你收視 我也不會 我這次找你 不可以再說 我這個訪問 其實我有目的 有私心 要親近你 我們熱戀心熱導演 走 你平時的人是怎樣叫你 其實我的英文名叫Patrick 即是朋友叫Patrick 而且熱戀心又不是真名 是佛名 這個我也想問 不過我媽媽也是熱戀心 你跟我媽媽 我媽媽也是嘉賊 我喜歡人們叫我阿森 那我叫你森哥 森哥有學生 你叫我森 其實是Patrick 沒有啦 Patrick很不像你 這個名字 你叫我導演 你平時都好像叫我葉道 不要裝模作樣 我鏡頭前都要裝模作樣 我想問 為什麼會叫葉戀心 很久很久之前 我拍過這個故事 我以前中學時候 曾經暗戀一個女生叫阿森 我最後那筆名叫做戀心 然後就加了一個葉字 因為整個名字是一個名字 可能是在叫的文字上面 但沒有人很親密 不會只是在街上 FN 叫阿森 做什麼 你不叫我Woodie 說起這個 不關我的事 我都是問 我都是代了一些文 你對這個稱號 其實是不錯的 你覺得是讚美的 所有東西 是你自己的心境 怎樣看 當然有些人覺得 會不會有少許取笑的成份 首先Woodie一良 是其中一個很喜歡看電影的導演 但之後喊一喊 其實我覺得很親切 即使我拍戲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好或者不好的批評一定有 因為我們的創作一定要面對批評 特別是當我已經做了這麼多年創作 即是你都是創作人 我相信你都明白 沒有東西可以影響我自己對創作本身的相信 熱心的戲 就算你喜歡不喜歡 我都仍然存在 大家覺得為何都是阿寶 我喜歡阿寶這個名字 為何都是說背叛 我很相信那些男女關係 沒有人可以影響我 除非我突然覺得我不想拍 或者我不想那個角色叫阿寶 或不叫阿寶 熱心的戲從來都是私房菜 你進來看熱心的戲 你大概知道你是在吃甚麼 只不過可能今次是我另一個菜單 但你大概知道的 你不會覺得熱心會變成 因為那個潮流流流進去拍那些戲 去到現在屈指一選 今年也是我熱心愛情電影十五周年 我覺得其實我還是在做我喜歡做的創作 但你有沒有提到每一套電影的女主角都叫阿寶 我都上網找過一下 都有一些說法 都想聽聽你解釋 為何阿寶 其實從來都沒有一個初戀女朋友叫阿寶 我又沒有被阿寶嚇過 其實這幾件事都是大家坊間 經常覺得阿寶真的慘 他繼續被熱心拿來消費 其實沒有 因為開初第一次叫阿寶 是那時候獨家事外 是Stephy做阿寶 我經常都說 如果我把真相告訴大家 大家覺得很反高潮 因為我很難去想名字 想主角名字 我覺得有時無心插柳的設計 都是好的 你便成為了我其中一個signature 你是現實中年一個阿寶的人都不認識的 馮寶寶 馮寶 馮寶 你有沒有說到 你的電影有很多很黑暗的 其實我這件事我很喜歡 因為我有時看那些很浪漫 很Happy Ending的愛情電影 那些女生都說 人家多幸福 人家這裏原價很幸福 人家現在結婚 但之後要煩買樓 你看不到人家之後的東西 但我另一件事的電影就是 你將那下Happy Ending之後 之後那些真實的東西再拍出來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電影 有些人可能看艷艷森的電影 說不喜歡 擔心你刺爆 我記得讀家事 我相信大家有看過 讀家事是我第一部 所謂尖酸或者很現實的愛情電影 我記得我拍完後 當時我的老闆是Paco 然後我把初剪版給Paco看 Paco看完之後 問阿Summer 你找多些年輕人看看吧 我做不到準 因為我年紀一般上下 我記得當時我的宣傳報告很好 就是幫我來配合一些大學生 然後就叫他們去剪片室 沒有跟他們說看過甚麼電影 可能有一個像Foters Group 有不同比例的藍樓學生 還有電影裡面 因為其實有個結局 如果大家有看過電影的結局 到最後都是各自有背叛的 後來又發出另一個女人寫親愛的 你真的有看過 前天看 你明白了 其實當時挺大膽的 不是一個Happy Ending 是一個令你閒上去 現實又黑暗 其實是恐怖片 Ending 邪惡是永遠都存在的 我記得看完之後都靜了 然後有幾個男人 不是男人 而是男仔 就說不是這樣 很不真實 怎會這樣 後來有個女人突然說 你們是這樣的 男人是這樣的 角落頭裏面 一邊有個女人 突然爆哭 觸動了她的情緒 我當時在這個畫面 我心裏覺得我應該拍對了 因為我成功令到大家有不同的反應 另外一套最深的就是人約離婚後 其實每一套電影裡面 有超多金具 有些人說熱門心為了一個Market 我的電影是很商業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電影是商業的 我一定要爭取最大的觀眾群 我的電影一定要多人看 我才會有下一部 這是我事業的一個標準 另一方面 我的電影也是很個人的 每一部電影其實我都有一個主題 或者我有一句說話去 去概括了我今次想拍些甚麼 人入來婚後就是夫妻如衣服 不會不舒服 扔布如扔蓋 有空打盆還有儀才 是啊 分成線我就是說 結婚前一句夫婦各自去偷吃 這是真人真事來的 有個朋友告訴我 你朋友告訴你 然後你就把他拍出來 不是 他授權 他說可不可以拍 他刺激了給我 刺激了給我 我有一次去澳門看演唱會 看完之後 當地有一些人招呼我們 去後拍 其中一個搞手 就說了一個 我有個故事很想來拍 或者很認真 因為我其實很抗拒人 你跟我說說 我有個故事很適合我拍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故事很厲害 其實你講出來 其實可能是 預算一題 或者很普通 我說你 你講來聽聽吧 他就快要結婚 那個女性 他很想在結婚前去偷吃 他對你發出邀請 我開頭都以為是 幸好不是 他說 他說 他說他覺得他男朋友 即是未婚夫 是偷吃了 所以他覺得要平衡 或者平等 我問你怎樣 你有對象嗎 他說 我一定要找個不認識 大家的生活圈子不同 好像你 對 我也是這樣想 不是也沒有發生過 有他也沒有 好像你這樣 你朋友會否不敢跟你說一些心事 不是的 朋友很邪惡 他很想 我反而很少接納 我很怕人來講故事 反而和朋友的聊天 我帶著一些主題 譬如今次 講回正題 譬如今次我學歲片 我的相關男友 當初老闆 他也是給了一個主題 他說你很久沒有這些階級之間的愛情 我們以前幾十年前 看最經典 Pity Woman 五月超家人 你如果有看過 或朋友沒看過 都明白就是 沒有看過 不過我盡量點頭 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姐 永遠都是在一起 就是結局 總之最後排除萬難 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Happy Ending 是否一定會這樣 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姐 可能結婚後會不配合呢 所以其實我的相關男友 這次我也是用一個方法 上半段我拍了大家 很想看 怎樣可以在一起 但戲肉其實是來自下半部 真的在一起之後 可能那個考驗會更加大 到最後真正令到他們可以突破 或者可以在一起 其實是你信不信那個人 不聽你說 其實我感覺到 其實你對愛情這個看法 應該是沒有什麼幻想的 就是很現實的 你有沒有另一半 這個我不會回答你 但我覺得我對愛情就是 即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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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說 我有句金句 即是我相信愛情 但我不相信關係 我經常覺得愛情是 你仍有一個人在一起 其實可能你一天已經有愛 即是第一眼看到他 那個愛情 或者那個感覺是很真實的 但問題是 在一起之後就是一個關係 那關係怎樣去維繫呢 而這件事從來都不會有 conclusion 看那麼多不好的例子 其實對你那個看法也有 不是的 當大家經常說 嚴念心不相信愛情 很單一去猜 嚴念心你是不是一個破碎家庭長大 我老實說 我家是可以的 很開心的 我姐姐 即是我家姐 又是很開心的 即是我不是破碎家庭 我只不過我喜歡去觀察 其實我最後 其實我是在拍攝人 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好像很深 對你的節目會不會深一點 不會的 我的觀眾很厲害 是主持人不笨 主持人差一點 我好像不太明白 我希望不要搞到大家 我明白 我好像不明白 Pity Woman 我沒有看我的電影 是呀 你們都怎樣做主持 做主持要看Pity Woman 我回去提醒 你叫我來看 不如你問一下輕鬆一點的問題 好像今天說了 說書 我的觀眾很高級 我只要聽你一點 因為你興奮一點 興奮一點 興奮一點 我找些時間 我好像今天比較說 你說一下其他東西 那接下來是否有大計的 其實一許 companies 我認為自己是視率比電影好 例如呢 夾娃娃 夾娃娃娃我真的很厲害 抽獎 跑馬 其實我有很多毛尼拉肺的興趣 你全部都賺錢 買馬已經可以 買馬很少 例如我畫娃娃我可以 其實我是藝術家 買馬方面有沒有想到 我們說一些很正經的不斷說買馬 不斷說我畫畫和雕塑 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買馬會不會收徒底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這個 我看到你 你放了一些錢來我幫你搞 然後就可以收錢 不是 你放了一些錢來 可能不合格 大家一百字 你先幫我買了 我先幫你買 贏了你告訴我 輸了當然不說 所以你幫我贏了告訴我 輸了我不想知道 你不用跟我說 你先把錢放下 我怕不合格 你先幫我出去 不要說買馬 再說一部電影 接下來有一套新戲會上 對 賀碎片 以我所知今天加樂和 對 因為剛巧有男女主角都在 對 他們也在這裡訪問 對 可以進來了 可以進來 順便聊聊天 對 Hello Hello 多麼隔眼 你好 師傅 你好 Hello Gardash Gardash 都是 你叫他來正軍 你練了很久 英文一般 我叫G-lady 是花名來的 真的沒有合格 是特快的 所以我們沒有收音 這個加樂 加樂 你好 Hello 其實我很久之前已經見過他 是嗎 我經常在電視上見你 我也經常看你的影片 對嗎 我們沒有收音 所以我們簡單點用這個 因為真是特快的 有所知你們是接下來有一套 賀碎片 暑年賀碎片 叫什麼名字 我的筍本男友 我的筍本男友 你就是這個筍本男友 一定 這個戲裡面是 現實呢 現實當然不是 現實不是嗎 但我想說 這套電影是說什麼的 因為很久沒有這套電影 就是一些霸道總裁 和一個低下層的灰姑娘的故事 是很葉念深色的愛情電影 那我訪問一下你 我想問電影裡面 有沒有一些親熱的情編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關心這件事 愛情電影是要把Karen的 因為葉導演的電影 通常都有很多情緣 我沒有很多情緣 是你講的 是的 但與葉導演無關 是愛情自然會包含 愛情電影 我經常都跟男女主角說 拍愛情電影 不會有親熱氣 那怎麼辦呢 你和男女朋友 都不會沒有親熱氣 我沒甚麼 你沒有男女朋友而已 我們先結婚 我現在先拖著手 平時都是看書 看包吵的書 我們也是… 都是求婚才有親熱 是的 喂… 再… 我很喜歡第一、二日拍Kiss電影 因為你不知道 可能拍攝一下我們是不和的 不和是要親愛的 不和是沒有感情 我看過你之前的訪問 你也說你挺好的 通常之前已經很早說定 不會突然叫他… 我其實是很均衡的 我有完整劇本 我從來沒有甚麼在現場 要加一些 我會不會接受到的東西 我以為有一個 以前加了唱歌 那些會刺激我 我想原來陳家樂可以介紹一下 他們本身有首主義曲 李靖君是Gabit的主唱 現在變成會有一個合唱版 陳家樂又開啟金口 因為陳家樂很喜歡唱歌 唱歌令你覺得… 嘩… 只有兩個人很喜歡在現場唱歌 我拍過 一個就是陳食遜 這次很喜歡在現場唱歌 然後第二個就是陳家樂 又是 我在看螢幕時 沒有去的時候 然後看到李靖君或其他人很用心 後面傳來一個歌聲 Eason我明白 曲不離口 陳家樂真的喜歡唱歌 所以他最後得到獎賞 喜歡唱歌 我突然覺得 因為戲中有一個高傲 如果他願意唱歌給他喜歡的人聽 我覺得這條招式不錯 他成功得請了 但我喜歡他們在另一個訪問 聽過他們第一次相見的時刻的有趣 我們的相見是接近不和的 即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不喜歡我 我一向都很仰慕他 八百年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就是我知道他是電影的女主角 我也會幻想 我可以怎樣去愛上他 那我就會… 幻想不到 真的幻想不到 加勒石開好東西 不是 他在這段影片真的很不開心 在開頭的時候 因為我在看著他 然後想怎樣愛他 然後就開始看著他 然後他就… 我那一刻的鼻敏感很嚴重 不是那一刻的鼻敏感也是 對 鼻敏感很多 你要幻想你愛的人 就不停滴鼻水進去 我反而想問你一個問題 哪一個時刻 或者突然兩個人覺得是擊中了 其實我覺得我第一天已經喜歡他 第一天也很快已經有 所以你開始第一次見不和 然後第一次拍又馬上… 因為第一天我看到那個是李靖君 但我第一次進入戲 第一天看到他就是阿寶 他做到阿寶那種很純真 那種蠢蠢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這個女子挺有趣 因為那時候我經常說他相信我 他很適合做 是很適合做的 因為他真的做得到那個數目的感覺 那個數目字是單數來的 6和8中間的 不會的 我覺得這個字我們也有 我長期都保持著 我覺得是好的 戴住個 對 這個人 一隻號碼 幸運數目 拿出來拿一支槍 不是 這不是槍 幸運 我看看下一條 你有沒有封 我有的 不是問完了 麻煩忘記了 還可以的 這個閉嘴 原來 真的還可以的 原來不是問完了 我已經有了 原來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我們的 我們順蠢男友 年初一記住入場 我們年三晚已經有優先場 拜個早年 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新年健康 順蠢在仇 長穩長遊 這個結尾很尷尬 就是這樣 我們保持這個數目字 動짱 我們願意 穩紋